CMG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亮威 今天我要去剪头发 给大家看在一起,在新闻剪头发的体验,价钱 其实在澳洲剪头发算蛮贵的 比起马来西亚,还是偏贵的 我选的这件是一个比较日本式的发廊 其实我去过一间 那间是比较Korea的 然后在我学校附近 那间就没有到特别的贵 然后它的experience就是 普普这样子 今天要去的这个是比较 professional一点 因为它就是有自己的website 还有不同的style list 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觉得可以可行 这间店呢是在city那边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做tram过去 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剪头发吧 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 那个防疫措施 他们就是讲他们有保持social distancing 然后他们的hairstylist也是会 戴mask 他们的椅子啊那些也是会disinfect 然后他讲他们的stuff 全部都没有出过旅游 而且有symptoms的全部都不能来上班 我现在是剪头发是新年的时候 就是大概1月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剪头这样短 然后现在长到这样长了 然后他就有一点扎咯 因为那些新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想要弄整齐一点 还有可能不一样的剪发之类的 我也不是很懂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那个 理发师 可以在这里 再这个走 说什么 你对 我先走了 就知道 我们把这些人拉上人 就像这些人 看什么 在这里 有些人 我们在这里 马尔森 如果他有点 只好 马尔森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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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